各位同學,親愛的同學,這條是第十條,2024年M1的第十條 這條是Probability,都是排列組合的要數Case 加了% 一會兒我還是放大,因為有很多Case 這裡數大堆Case 這裡有一個Case,Delivera Gulls Every Day 它是Number Delay in Delivera,1日,Follow a Percentage distribution Bin是1.6 所以這是Percentage distribution Po1.6 它設定了一個,A Day Regarde 是Smooth 就叫X,Fewer than 3 Delay 就是小的等於3 叫Smooth A Part Find the probability that a certain day is smooth 這些應該是非常簡單的 就是這部分 所以其實是P 大小過X 好 頂 飛走了 PX小過3 這就等於 抽了1.6 1加1.6加1.6的2次 Event 這裡按機 按出來 0.78 33 58 489 0.78 34 好,到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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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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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8 1810 C C開始要數個案 Given all the day 7 days in a certain week 應該是墳墓 Find the probability There are exactly 10個 10個delay 我就用一個table方法 數個案一定要你自己 不要憑空數 如果你憑空數好 你數出來的東西 可能會數漏 最穩固的地方就是列個表 列個表出來 我又列個表 7天 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 1 放大些 1 2 3 4 5 6 7天 7天會發生什麼事 我用這個方法向上數 向上數 因為它加起來 總共是10個 10個 10個 可能是 向上數的話 就會是0 0 看看有幾個delay 這裡最多每樣有5個delay 所以第一個是0 0 0 4.2 好了 一旦向上數 之後 你就會用到方法 去看一些東西 2 當然 這裡可以排列次序 你要考慮 其實是7C2 它可能有2天 1個delay 0就不可能再發生 1 1 這個位置 就是0 這個 一定要有2個1 你不會再有0 如果再多0 就不可能 變成7個 所以這個一定要有1 另外有4個2 我向上數 數 當然這裡可以有2個1 就是有2個1可以調位 所以 如果你寫1 1 那些就不用再數 接著 有沒有3個1 不可能3個1 不可能4個1 4個1 4個1 都可以 頂 4個1 然後3個2 再2 2就會回到這裡 即是不用數 2就會反過來 所以向上數的方法 就是數在 Apratangular 那部分 既然有這樣 我便開始寫 它要找 Probability Total 是 10個 N 7日 不寫S Smooth 所以 by Conditional probability 就是墳墓 Total 是10 and 7日 Smooth 而墳墓 7日 Smooth 就是剛才的數 0.1810 現在 最大的問題 就是數它 那塊 在旁邊 我先寫一下 因為這塊 其實是0的Delay 0的Delay 即是E 負1.6 2 即是2次方 然後有兩個Delay 這些日子有兩個Delay 即是E 負1.6 兩個Delay 就是1.6 2次 超過2 有5次 所以 5次方 前面有一個7C2 你再看的時候 你會發現 其實這裡可以抽1.6 E 負1.6 Total 是7次方 為了省位 所以第一個Case 我就變成這樣 逐個Case去填 可以填 就是 E的負1.6 的7次方 乘回 7C5 做7C2 是因為 反過來做 不要緊 做了7C5 我回頭 真的好厲害 好 7C5 好嗎 因為我原裝寫的 是用了Factorial寫的 1.6 2次 5次方 好 第一個Case 第二個Case 第二個Case 其實你數回它 就是 7C4 但這裡有兩塊 所以是3C2 所以第二個Case 我先查一下 第二個Case 是7C4 3C2 1.6 那裡 就有一個 1.6有一個 E的負1.6 也有一個 E的負1.6 再乘1.6 因為有一個 那就是兩個 所以我們要寫這個東西 我先查一下 這個一次方 1次方的代表 這裡有一個 一個 好了 這兩個1 其實是 E的負1.6 乘1.6 乘1.6 整個要2次方 然後這裡的4個 就是E的負1.6 再乘1.6 乘2 那多少次方 就是4次方 所以你這樣放進去 放進去的時候 就會變成 7C 其實這塊 這塊 你學一下 沒有教的 不過我們在這裡看 7Fat over 4Fat 2Fat 即是 這個 這個 permentation not all distinct object 那種排列方法 但anyway 我抽了E的負1.6 的7次方 然後呢 7次方 一次 兩次 這個四次 七次 然後呢 這兩塊 所以 1.6 的2次 乘1.6 的2次 再2次 好 最後一個case 最後一個case 我就 唉 糟糕 留了 那塊 那塊 7Fat 4Fat 2Fat 然後 第三塊 第三塊 我不在這裡 玩那麼多些花款 負1.6 的7次方 這四個1 就1.6 1.6 的4次 這三個 就是1.6 的2次 超過2 再三次 再三次 好 那前面 再成多個Factorial 這個就是7C4 都可以 再超過0.18 0.18 0.18 1.0 那個數字 這個就是最簡潔的一個format 但是呢 你寫的時候 我覺得最大的 concern 就是寫得太多的時候 你心裏面就會有些事情 對不對 那個問題出現了 但anyway 這裡我按照按機 上面就按到0.018 0 88 90 下面就0.18 就是我再抄一次 那個答案就是0.0999 我按到出來的時候都很奇怪 說999 會不會有些暗示 對不對 那你知 這些是大家 諸心論 好 我不知道 純粹催對 就不會抄 好了 到D了 D的話呢 就超多case的 我希望可以在另外一邊寫到所有case 他說 given there is low delay in at least兩個day in a certain week find the probability seventh day all the seven days in that week 是move 其實呢 我寫回他的statement 其實這個statement呢 其實這個statement呢 好 你要等 這個是probability 他找個seventh day是smooth的 就given呢 low delay 沒有more delay more delay more delay no more 好 low delay at least 兩個day 兩個day 那 擺個pobability conditional probability 上面呢 就是seventh day move and low delay at least two days 分母呢 就是no delay at at least 兩個day 好 那我逐個拆開他來做 那我首先呢 一日的 第一個人呢 no delay in in one day 先 沒有delay 就是0 就是x等於0 x等於0 就是e的負1.6 好 記得這個 然後 第二件事呢 因為他說 no delay at least 2 day no delay 分母 我現在在弄一個分母 那我就用1減它 1減它 因為它現在最少2日 0 delay 那就是說呢 其實我先退下一點 那最少2日沒有delay的話 那就是它可能是有2日delay 4日 3日delay 4日 5日 6日 7日 就是delay這麼多 就是這3日呢 就是 最少有2、3、4、2日 或者3日有delay 或者4日 或者7日 所以用1減 1減它0 1天有delay 1天有delay 1日有delay 40日 好 這裡INT 1天就是0 沒錯 那6天就會有delay 1天错 ensures 或者7天也有延遲 其實會很亂的 你自己不斷讀的時候 因為我一邊說一邊寫的時候 會不會那麼流暢 如果你冷靜點去想 摒除周圍的雜念的時候 便容易寫很多 這裡我按到這個數 那就是另一個 好了 現在我搞定了墳墓 那墳墓 那墳墓我照樣 copy 再寫多一次 7天 7天是平均的 但沒有延遲 在這兩天 這個就不能調轉數 問你死了嗎 不能夠調轉寫的 我們就要用兩天 兩天的話 留意 7天是平均的 7天都只能是012 7天是平均的 每一天只能是012 但沒有延遲 沒有延遲 沒有延遲 我演繹過 至少兩個日 是零延遲 至少兩天是零延遲 即是可能是 兩天零延遲 三天零延遲 四天零延遲 五天零延遲 是嗎 再說一次 即是可能是 兩天零延遲 兩天零延遲 我繼續寫 就是 742 零延遲 我後來都改了這個詞 再說一次 接著就是 另外的五天就不是零延遲 是 有一個或者兩個延遲 這個就是第一個個案 那我就可以用一個Copy大法 慢慢Copy 或者是7C3 有三天零延遲 另外的四天是 有四個延遲 好 我真的用Copy 有四天 有三天 接著下一個是 有四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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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個是 有五天 十幾天 這樣就被我預言中了 要你數個6個個案 或者7天 即7天 這個可以塗掉了 另外一個痛苦的地方就是按這個數字出來 為什麼前面還有7C多少呢 它也是一個排列次序的問題 1,2,3,4,5,6 問你死了沒有,它真的出了一次 有7個延遲 這裡計算上面就會計算到它的數字 我只是按機 你會發現有些東西可以抽出來 但這裡我不詳細跟你再花時間說這些 我純粹計算到的數字是 0.099353045 所以最後 Probability required probability 就等於把0.099353045 除了它的Smooth Day Smooth Day是0.42幾 0.42 84 97 103 這裡計算到0.2319 好,完成了 吃碗麵 好 希望各位同學 拜拜 拜拜 我們下午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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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後 我們下午後